无愧的工人 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 做无愧的工人 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 听众朋友你好 欢迎你收听今天的无愧的工人这个节目 我是节目主持人叶光明 为了帮助你更好的研读圣经 我特别问你准备的小册子是免费送给你的 注意了这本小册子名叫圣经自修课程 圣经自修课程 欢迎来信向我索取 好我们言归正传继续来探讨有关神子民的欺负图画 在保罗所写的以夫所书当中啊 他描绘了欺负关于教会的图画 今天我们继续来思想第二副了 在以夫所书的第一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当中 那经文这么说 又将万有扶在他的脚下 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 教会是他的身体 有关教会的头一幅图画就是聚集了 神的子民聚在一起 而第二幅图画就是基督的身体 在保罗的教导里头 常常喜欢用图画去解释属灵的一些真理 而人的身体这幅图画 那已是神用来解释教会的真理的了 基督是头 凡相信耶稣的人 就是组成耶稣基督的身子的一份子了 也就是说 教会是基督的身体 而信徒就是身体上的不同的肢体 只有当肢体合作的时候 身体才能够发挥它的功用 教会也是一样的 教会是基督的代理 神要借着教会去完成神对世界的救赎 那么上次节目时间 我们问了三个有关基督身体的问题 我们首先来温习一下前两个问题和答案吧 第一 神在基督的身体上有什么目的和旨意 教会是基督的身体 是神的代理人 神要透过教会去完成他对人类救赎的目的 第二 在基督的身体内 我们对神应该有什么态度呢 答案就是 我们要随时听命 要成为神所合用的器皿 神要求我们做活祭 献上给他 那这样呢 他才能透过我们去工作 当耶稣基督在世上生活的时候 他的身体也是神所合用的 他知道神需要他 同时他预备好自己 随时听后命令 甘心乐意的去遵行神的旨意 以致他愿意毫无保留的 把自己完全的献给神 作为牺牲的祭 因为神要基督的身体为祭 在希伯来书的第十章五到七节 经文这样说 所以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 就说 神啊 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 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 凡记和赎罪记是你不喜欢的 那时我说 神啊 我来了 为要照你的旨意行 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 那然后到第三个问题了 我们与身体当中的其他的肢体的关系 应该是怎么样的呢 也就是说 信徒之间的关系 有一个很关键的词啊 那就是共同合作 或者是彼此相依 而不是各自独立 虽然加勒太书的第六章第五节那说 因为个人必担当自己的担子 但是我们不应该单是为自己而活 乃是彼此相顾 加勒太书六章第二节那说 你们个人重担要互相担当 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 任何的教导都是要平衡的 基督的身体要学习彼此的合作 和谐共处 强壮的要扶持软弱的 在哥林多前书的十二章二十四到二十六节经文说 我们俊美的肢体自然用不着装饰 但神配搭这身子 把加倍的体面给那有缺欠的肢体 免得身上分门别类 总要彼此相顾 若一个肢体受苦 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 若一个肢体得荣耀 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快乐 你看啊 圣经清楚地告诉了我们 基督是身体的头 我们是互相做肢体的 而我们彼此之间的关系 又是非常密切的 首先我们之间的关系 应该建立在基督为首 这个基础上 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二十一节圣经说 眼不能对手说 我用不着你 头也不能对脚说 我用不着你 谁是身体的头呢 就是基督 他并没有对脚说 我不需要你啊 那这一点是值得我们留意的 因为头如果想要到什么地方去 脚就得顺从走到头所想要 或者说指挥要去的地方 因此我们知道了 头是指挥我们全身肢体的 主要的一个部分 也可以说是力量 因此头要求脚的 就是他能够随时的听后命令 能够按照所决定的行出来 那么至于手和身体的其他部分 也是同样的 是不能单独生存的 基督要求我们听后他的吩咐 他要我们实行他的旨意 不管我们领受了多么好的恩赐 如果我们不听命令的话 不是合用的 那么我们也是没有用的 那么肢体之间的关系 又是怎么样的呢 我们个人都必须要认识 自己的岗位和功用 这是最基本的 也是非常重要的 要知道自己在身体当中 所担当的角色 和所应该发挥的功用 除非我们能按照神所指派的去做 否则的话 我们不能满足神的心意 那如果我们站错了岗位 结果也会令身体一片混乱 所以啊 手应该要发挥手的功用 做手要做的事情 尽他的本分 或者他的本质 而不应该扮演脚的角色 这只会引起混乱而已的 让我们在神的面前 认定神给我们的本分 恩赐角色 然后就尽心的去发挥 我们自己的功用 那这样呢 基督的身体就能够充满了活力 并且让我们知道 我们不是孤立的一个个体 我们乃是彼此相依的 互相关照的 每一个肢体都需要别的肢体 没有一个肢体是可以独立的 我们不能单独的发挥自己的功用啊 啊 这是我们必须要明白的了 好 接着下来我们要谈谈在基督的身体里头 我们怎么样可以知道自己所占的地位了 这个题目我们可以很仔细的去讨论一下 不过我们只提出几个重要的思想问题 我们来想一想 我们来看看罗马书的十二章第一节到第六节 圣经这么说 所以弟兄们 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 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 是圣洁的 是神所喜悦的 你们如此侍奉 乃是理所当然的 不要效法这个世界 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 叫你们察验和为神的善良 存全可喜悦的旨意 我凭着所赐我的恩 对你们个人说 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 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 看得合乎忠道 正如我们一个身子上有好些肢体 肢体也不都是一样的用处 我们这许多人 在基督里成为一身 互相联络做肢体 也是如此 按我们所得的恩赐 各有不同 那么到底保罗在罗马书十二章 一到六节要强调些什么呢 保罗要讲的 就是要找出我们自己 在身体当中的位置来 明白自己所担当的执事 或者说功用吧 这是非常重要的 在这段经文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 找到自己的功用的几个步骤了 那第一步是在第一节的 将身体献上当作活计 我们要常常问问自己啊 到底我的身体是属于谁的呢 谁拥有我的身体呢 如果是我们自己 那么主就没有份了 但如果是主的 就不是我们自己的了 我们有没有把自己献给主 并且放弃自我拥有的权呢 放弃我的自己的这个主权呢 保罗说 要将身体献上当作活计 为什么称为活计呢 这是跟旧约所献的 牛羊牲畜的计是相反的 旧约所献的计生 是宰杀了的 计生已经摆在坛上 就不再属于那个献计的人了 保罗说 我们也必须这样献上自己 然而我们不用宰杀自己 我们乃是把自己当作活计献给神 是以我们的生命 活出神所要求我们活的样式来 当作计物一样的献给神 但是其中的意义呢 却是一样的 在献计的过程当中 我们是把自己所拥有的一切的权利 完全的移交 从今以后 这个生命不再是属于我自己的 那是属于我的主 耶稣基督的 我们活就是为主而活了 那因此 我们的生命是属于谁的 这一件事呢 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在道理上 基督已经是我们的主 是我们生命的主 因为他用自己的保险救赎了我们 然而耶稣却不坚持他所应该得到的 除非我们是心甘情愿的把自己交给他 我可以用一个例子来说明一下 我想我们都知道啊 租房子和买房子之间的分别 租房子和买房子 这之间有什么分别呢 如果我的房子只是租回来用的 那么房东就有责任维持这间房子了 因为我只是房客而已 但是如果房子是我买回来的 情况就不同了 我有责任去维修 保持这间房间一直在最良好的状态 因为它是我的产业之一了 同样的 如果神只是一个房客 那些我们自己仍是要负责任的 但是如果神是拥有者的话 那就由神去负完全的责任了 到底今天我们是让神去照顾和管理我们的身子了 还是由我们自己去做主张呢 保罗在罗马书的头十一章当中啊 已经告诉了我们神为我们所做成的一切的事 神丰富的预备 都讲了 因此人只有一个合理的回应 那就是把自己的身体献给神 当作活祭 当我们把身体献给神之后 第二步我们要做的 那就是更新我们的心意 更新心意 罗马书的十二章第二节 圣经这样说 不要效法这个世界 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 那当我们的心意更新之后 我们的思想就会不同了 过去我们总是以自我为中心的 这是一切属血气的 没有重生的人 都是这样表现的 是自私的 利己的 满足自我的 但是当我们的心意更新之后 我们的思想就会转变了 罗马书八章五到七节那说 因为随从肉体的人 体贴肉体的事 随从圣灵的人 体贴圣灵的事 体贴肉体的就是死 体贴圣灵的就是生命平安 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敌 因为不服神的律法 也是不能服 啊 明白了吧 原来没有更新之前 我们的心意啊 或者说我们的意念呢 是与神为敌的 而神也不会把他的旨意向我们启示的 神是绝对不会把他的旨意向他的仇敌显示的 对不对 他的仇敌也不会求问他的 如果我们要明白神的心意和他的旨意 我们的思想必须首先要更新 先有一个转变 因此当我们把自己的身体献给神 当作活迹的时候 我们的心思就会得到改变了 我们开始以神的角度来看一切的事物 这是新的观点和立场了 跟以前完全不同了 那么当我们的心意更新之后 第三样我们会做的是什么呢 那就是查验神的旨意了 罗马书十二章第二节下半节那说 叫你们查验和为神的善良 存全可喜悦的旨意 在我们的体察 什么是神的旨意的时候 我们就会进入神为我们所定的旨意当中 神的旨意不是一次过就完全的显露 给我们看见的 乃是循序渐进 逐步向我们显明的 我们越进入神的旨意当中 就越能够明白神更多更高的旨意 我们会知道什么是神的善良 纯全和可喜悦的旨意 这是最完美的境界 是只有一个更新了的心灵 才能够寻找得到的 很多人一生都不明白神的旨意啊 一生寻求摸索都找不到啊 为什么呢 是因为他们的心意仍然是以自我为中心的 以自己为念的 不体贴圣灵 不跟随圣灵的带领和教导的缘故啊 那然后 在心意更新之后的第四步了 那就是谦卑自己 罗马书十二章第三节那说 我凭着所赐我的恩 对你们个人说 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 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 看得合乎中道 你看呢 谦卑是最基础的 是我们在神国度当中 必须有的一个态度 耶稣在路加福音的十四章第七到十一节 就用了一个比喻 来说明谦卑的态度 经文这么记载说 耶稣见所请的客 简则守卫 就用比喻对他们说 你被人请去赴婚姻的言习 不要坐在守卫上 恐怕有比你尊贵的客 被他请来 那请你们的人前来对你说 请让给这一位吧 你就修修缠缠的退到末位上去了 你被请的时候就去坐在末位上 好叫那请你的人来对你说 朋友请上座 那时你在同袭的人面前就有光彩了 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 自卑的必升为高 保罗教的我们要看自己 看得合乎中道 耶稣说啊 谁要为首 就必做众人的仆人 在神的国度当中啊 要晋升的只有一个方法 那就是服事 世俗人晋升呢 是靠他们的学问经历 但是知识只能够叫人自高自大呀 并不能给人道德和属灵的品格 但是如果我们在神的国度当中 忠心殷勤的服事 就必得神的欣赏 神要向我们显示我们的地位和功用了 并且给我们信心和恩赐去完成他的托付 好 总的来说 我们有七个步骤是可以找出我们在基督身体的位置 头一步是我们要把自己的身体献给神 当作活祭 给神使用 第二步就是我们把自己献给主之后 我们的心意必须要更新 过去我们是以自己为中心的一个人 但是现在 却是以神的眼光去看待一切的事物了 跟着第三步 是经历到神的旨意 叫你们查验和为神的善良存全和喜悦的旨意 神的旨意就是逐渐的向我们启示的 我们越经历神 就越知道神的旨意 越明白神的旨意 第四 当我们寻找到神的旨意之后 我们就能够找到自己在基督身体内的位置了 因为这正是神的旨意 第五 我们会谦卑自己 谦卑自己 我们会在小事情上忠心 这样神就会把大事情交托给我们 对于一个心意更新的谦卑自己的人 神会把他在基督身体内的位置和功能告诉他的 这就是第六个步骤了 罗马书的十二章四到五节圣经说 正如我们一个身子上有好些肢体 肢体也不都是一样的用处 我们这许多人 在基督成为一身 互相联络做肢体 也是如此 基督的身体里头 有许许多多的肢体 并不是每一个肢体都有同样的用处的 但是我们所具备的功能 都是为了叫人得到益处的 我们要接受自己所站的位置 自己所扮演的角色 不论别人看这个位置尊贵或者是无关重要都好 我们都应该要尽忠于自己的职份 格林多前书的十二章二十一到二十二节 那圣经这样说 眼不能对手说 我用不着你 头不能对脚说 我用不着你 不但如此 身上肢体人以为软弱的 更是不可少的 那当我们发现了自己在基督身体内的位置之后 我们就会有两个惊喜的发现了 那这是找出我们在基督身体位置的最后一步 也就是第七步了 那就是神给我们有足够的信心 去成全他所照我们去做的功 而且我们也得到恩赐去为主工作 罗马书的十二章第六节 圣经这样说 按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 那希望我们都注意这些恩赐在这段经文当中所占的位置了 他们是排列在最后的 那因此我们不必为恩赐去祈求 而且圣经也叫到我们呢 要求那最大的恩赐 哥林多前书的十四章第一节圣经说 你们要追求爱 也要切勿属灵的恩赐 那可是啊 如果我们只是专注于祈求恩赐的话 我们就是陷在困扰之中了 那相反呢 如果我们求神指示我们在身体当中的位置 并且愿意发挥我们的功能的时候 我们自然会得到合适的恩赐 因为恩赐的目的不是为了使我们显得多么重要 或者说我们在人的面前被高举 也不会使我们的灵命更加成熟 我们只是去完成神所交给我们的工作而已 因此光在那追求恩赐 反而是不切合实际的 我们反而要找出神所分排给我们的位置 并且是甘心乐意的去做神要我们做的工作 当我们得到恩赐之后呢 神就希望我们能够善用他了 罗马书的十二章六到八节 圣经这样说 按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 或说预言 就当照着信心的程度说预言 或做执事 就当专一执事 或做教导的 就当专一教导 或做劝话的 就当专一劝话 施舍的 就当诚实 智礼的 就当殷勤 怜悯人的 就当甘心 那弟兄姊妹啊 这就是我们能够找到自己在基督身体内的位置的七个步骤了 首先是把我们自己献为活祭 将自己的生命的主权完全的交给神 那跟着 我们的心意 就会得到更新 我们会有神的思想 好 第三 我们依照神的思想去寻找 就会知道神的旨意 第四 要有谦卑的态度 第五 我们可以进入神所分配给我们的角色当中 去担当我们的工作 第六 我们会有信心去完成神所交付的工作 神就会把合适的恩赐赐给我们 使我们可以为他做工 那然后我们必须要为所得到的恩赐负责任了 如果我们善用所得到的恩赐 神才会把更大的责任交付给我们的 那但是如果了 如果我们把所得到的恩赐放在一边不用 神就可能会收回去了 有恩赐不用 神就会收回去了 这个恩赐因为了是什么呢 是为了服侍主 服侍教会用的 而不是让你摆在那让人家看 做装饰品的 更不是拿了炫耀自己的 耶稣在马太福音的二十五章 十四到三十节 就是这样教的我们的 那其中的原则是非常重要的 十四到十五节 经文这样说 天国又好比一个人要往外国去 就叫了仆人来 把他的家业交给他们 按照个人的财干给他们银子 一个给了五千 一个给了二千 一个给了一千 就往外国去了 那我们留意了 他们不是领受同样的金钱的 只是按个人的财干给他们的 十六到十八节那说 那领五千的随即拿去做买卖 另外赚了五千 那领二千的也照样另赚了二千 但那领一千的去掘开地 把主人的银子埋藏了 头两个仆人是善用金钱的 但是第三个就把钱财埋起来 这就好比人呢 对恩赐的运用和荒废了 十九到三十节那说 过了许久 那些仆人的主人来了 和他们算账 那领五千银子的 又带着另外的五千来说 主啊 你交给我五千银子啊 请看 我又赚了五千 主人说 好 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 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 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 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 那领二千的也得到一样的称赞 那领一千的也来说 主啊 我知道你是忍心的人 没有中的地方要收割 没有散的地方要剧练 我就害怕去把你的一千银子埋藏在地里 请看 你的原银子在这里 主人回答说 你这又恶又懒的仆人 你既知道我没有中的地方要收割 没有散的地方要剧练 就当把我的银子放给兑换银钱的人 到我来的时候 可以连本带利收回 夺过他这一千来 给那有一万的 因为凡有的还要再加给他 叫他有余 没有的 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 把这无用的仆人丢在外面 黑暗里 在那里 必要哀哭怯耻了 好 今天的时间又到了 下次节目时间 我们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